謝一涵守城布倫兩年約五次 家屬批心機超乎想像 這讓家屬那麼生氣的 就是巴黎雙十命案兇手謝一涵 他三年前任職於媽媽嘴咖啡店長時 醫藥物迷婚陳靜甫 張翠平夫妻後 受傷害震驚社會 這三度被判死刑 但經最高法院二度發回更審 要求查明有無教化可能 上次開庭 扶倒謝一涵的牧師稱 他信基督教後 已痛改前輩很乖啊 他也說想跟家屬搭起溝通的橋樑 30日開庭 他又堅稱不倫戀喜見 說陳靜甫夫夫妻表面上看起來和睦 但其實抱怨過張女士不少話 慢慢地陪伴陳先生 就會拿到現金 但何憶婷質疑 並沒有在陳家發現 謝一涵出入的跡象 他緩緩表示 不合長情的部分不是很長 兩年來只有五六次 最後一次是在案發前的一年多 對於謝一涵所稱被害者家屬跟律師 完全不能接受 最後一次的這個什麼 這個是在犯罪的一年前 這個版本如果有 他早就應該講出來 都是換來福氣的 不知道哪一個版本是正確的 等新聞 被告的這個心機跟他的這個 講故事的能量 顯然是超過我們常講的 報導